我们就开始第三章 就Process的Concept 就是行程 或是 或许我们也可以讲程序了 那在Process的Management里面呢 第一,这个部分跟大家介绍的就是Process这些 基本的概念 那包含了Process本身 Process Scheduling Process可以,我们可以在Process上面做的一些动作 那比较重要的是Inter-Process Communication 就Process跟Process间他们怎么沟通 然后一些范例 然后在Client Server System里面 Process他们是怎么样的来沟通的 我们就从Process的基本概念来看起 那作业系统里面 执行的这些程式 非常的变化 非常非常的差异 非常大 在P4系统里面 我们都说一个一个工作 或者在Time Shared 在分时系统里面呢 我们说这是很多使用者的程式 或使用者的这些Task 那我们现在在我们这课程里面 在教科书里面的Job跟Process是两个是混用的 那我们如果要定义一个Process 我们前面在第一章已经定义过了 但是Process是什么 是Program Execution 在执行的一个程式 就叫做一个Process,一个行程 那Process执行 它必须是一个Sequential 就是循序的这个方式在执行 那我们讲过,不管你的是在做什么事情 在做游戏 或者在上网 或者在游览器 那在作业系统的眼睛里面呢 都是一个叫占用它支援的一个Process 那Process呢 也只有很多部分组成 包含了程式码的部分 Program Code, Source Code 这个叫做Text Session 就是因为Process 你要执行的时候,总有程式码 这些程式就是叫Text Session 那然后呢 正在执行的Program Counter 我们在计算机概论里面 或者主持人都叫Program Counter 还有Process的Register 这些就是我们这些 的程式码在执行过程当中呢 下一个要执行的那个Instruction 它摆在什么地方 摆在Program Counter里面 然后Data,Process有很多Data 那Data通常都是用Stack方式来储存 这个Temporary的Data 包含了Function的参数 Return, Address, Level 这是用一个Stack方式来储存的 就是动态 你要呼叫的时候 那些Data产生的一个Data 可以暂时的产生 然后可以删除的 那你一些Global 跟这个Process相关的 跟这程式要用到的一些Global Data 它是放在Data Section里面 那还有一些 这个部分呢,叫做一个Heap 如果学过资料结构 那就知道是Heap 那Heap呢 它是在Round Time的时候呢 一些动态的 Heap是一个Trim 动态的会 产生的这些记忆体的空间 需要记忆体的 就放在一个Heap 这资料结构里面 所以Process它有这么几个部分 那Program呢 基本上它是被Passively Entity 存在硬碟上面 Program它是可以执行 但是它是摆在Passive的 那Process是正在 你被作业系统 已经把它给活化了 它就要露得进到Memory里面去 就要准备要执行 或者正在执行它的 所以一个是被放在那里不动的 什么叫Program 在做一种执行的时候 它就是Process 这在我们最系统的课程里面 我们是这样来分的 那我要执行一个这个程式呢 可以有各种不同的方式 就是你可以click一下这个GUI的Mouse 或者是click window 或者下一个指令等等的 那一个Program呢 它可能会产生好几个Process 那 也有可能 像我们好多个使用者 他执行同样的一个Program的时候呢 那这个时候就是可能 每一个对每一个使用者 他就有一个这个Process在那边 所以就有很多不同的这种变化的 那在记忆体里面可以看成是这样的 我们做TextSection 就是放这个SourceCode 放这个程式码的 Data呢放Global Variable的 那Hib跟Stack呢 它这都是动态可以变化的 所以 我们Process呢在记忆体里面可以看成 一般来讲可以看成是这个样子 那 在最低的那个部分是摆这个程式码 然后GlobalData 然后呢一些动态的资料 摆在Stack里面 那一个Process呢 要执行的时候 它可以在不同的状态之中转变 状态的话 如果大家在离善初学 或者其他课程里面 学过Finance State Machine Finance State Diagram 就是这个State状态 这个Process它可能在不同状态 那哪些状态呢?Process 有刚产生的 一刚开始产生的时候 刚Creative的时候是New的状态 那正在执行的时候是Running的状态 如果它在等待某一个事件发生 这是Waiting的状态 它已经 Waiting的事件已经发生 它在Ready 它随时可以继续 因为 可能是一个CPU只能一个 其他一个指令在执行 可能其他Process在执行 它Ready等着 等着这个状态 它已经等完了在Ready的状态 那当然如果 就完全执行结束 就是Terminated状态 那我们用一个State Diagram 来看比较清楚一点的 那一开始的时候是New New了以后呢 它可能就到Ready Queue里面去了 就去Ready 就等待 等待追求的时候 你可能Scheduling 拍成什么时候可以去Run 那 那你可能Schedule Dispatch 它就在这边Schedule Dispatch Ready就变成Running了 Running让到某些部分 可能我需要IO 我需要Time Interrupt 或是任何Interrupt 他知道 他又把它放到这个Ready 或者是如果需要IO或Event 他知道Waiting 某些Interrupt 或者是他的时间超过了 或是现在他等别人的这个资料 这个时候就被Interrupt 就到Ready里面 还有Event的位置 如果IO或是Event 他已经结束的时候 这时候他又回到Ready 所以Ready 他可能再被Schedule到Running 那通通做完的时候 就Terminated 所以这个是一个Process的生命周期 就是Process的执行的一个流程 就是他的State Diagram 在Process执行的时候 有一个非常重要资料结构 叫PCB Problem Control Block 作业系统怎么样来管理这些Process 就透过这个PCB 有时候叫做Test Control Block 那主要是Process 那里面放什么呢 放这Process状态 我们刚才看到New or Running Waiting Ready 这些的 然后就是Process Number Program Counter Program Counter就是 Location of Instruction to next to be skewed 就下一个要执行的 指定的那个位置在哪里 然后这些GPU Register的值 对这个Process而言 它Register的值在的是哪些 Scheduling的Information 像Memory的Limit 它放在记忆里面什么位置 然后它Open了哪些档案 还是Accounts的Information 那这些Information是摆在PCB里面 这里谁要用 作业系统要用 我们使用者并不知道这些东西 对 我们开发程式的人 或使用者更不知道这些东西 但作业系统需要这些东西 这些讯息在管理这么多的Process 每一个Process呢 它都有一个自己的PCB 产生了以后 这个资料结构 这个资料结构 就是以后这个作业系统在管理 那当一个Process到另外一个Process 或者当CPU把使用权中 换到另外一个Process的时候 那怎么做呢? 左手边是Process 0 右手边是Process 0 那本来是0在执行的 那这个Process 1 本来是Idle的 那如果被Interrupt 或System Call的时候 那这个Process 0 它就把它整个状态 set到这个PCB 0里面 我说每一个Process都有 Process Control Block 然后做好所谓的Content Switch 就是内容转换 就是我们整个硬体的控制权 要从这个Process交好 再回到另外一个Process 作业系统 那这个东西是作业系统执行 它就参考PCB里面的这些资料 然后该储存的储存 然后把PCB的那个PCB 1的 Process 1的那个PCB 然后reload到这里来 那这个时候 事实上它执行到这边被Interrupt 它就Idle了 那作业系统做完这些事情 那这个Process 1该启动 启动做做做做到这里的时候 假设它又被Interrupt 或者是System Call 它要System Call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作业系统 又把它的状态shape到这个 P1的这个PCB 就是Process Control Block 那它不能执行 那搞不好这个 作业系统又再schedule 把这个P0再schedule回来 说你现在CPU没人有 你再上 它把它刚刚存下来的PCB0的 这些资料再reload回 register program 它们再reload回去 再让这个P0继续执行 那这个时候完成了一个 所谓的contact switch 那Process呢 基本上可以说是一个Single Thread 就是它只一个引线 一个执行区的执行 那 如果一个Process里面 有Multiple的 有好几个的Program Countdown 那这个时候呢 我就叫Multi Thread 你可以想着很像这些 这些不同的执行序呢 它们自己都有一个独立执行的 一个 对你的Program而言 当然我们就硬体而言 我们一个Program Countdown 只有一个 一个时间只有一个Program Countdown 能够执行 但如果有好几个Program Countdown的话呢 那他们基本上是可以同时执行的这个概念 那真正的硬体 这Multi Thread呢 等一下以后 我们下一章会谈到更详细的谈Thread 但是我们就概念上而已 如果你们有Multi Thread的话呢 就很像可以平行的 可以在一起执行 那这个时候呢 同样就需要 要 如果我们要 要这个 储存的话呢 那就比这个 Single Process要复杂一点 那这我们到下一个 下一个 再详细的再谈 那 一个Process Representation 就一个Process在 在 这个Linux作业系统里面 它长相是怎么样呢 它这个程式 这个Task的Structure 那它里面呢有这个 ProcessID PID 有这个State 就是它现在的状态是什么 TimeState 它Schedule里面 它可以分多少时间 那Process的Parent是哪一个 它的Child 有哪些Child 它Open了哪些档案 等等 那所以 所以基本上 Current的Excusion Process 它的资料在 所以有很多很多的Process的 这个 Control Structure 就PCB 这个 都是有作业系统在管理的 那我们Process Concept 就简介到这里 那待会儿我们要再来看的是 Process的Python Scheduling